在LPO目前还没有一个队伍 已经诠释出解决颜雀这个中单英雄的一个最好方法 最近中单的话其实英雄是还蛮多的 像比如说最近冒头比较多的颜雀 新的拉 冰女 还有冰女 冰女我觉得在LPO是尤为关键的一个点吧 其他赛数好像没有像我们这么的热爱 但是冰女是一个很容易带下路节奏 而且现在版本适合带传送的英雄 所以我觉得这是她现在版本比较 适合LPO一个打法的地方 的确这一把比赛两边在选 RNG在选择在红色方法 颜雀给封锁掉以后 很快地在自己的一二拳选下一个冰女 那就看一下ETG的Skart 要拿什么样的英雄来对抗 而且在打野的一个部分 马拉香果也是有机会拿到九桶 来作为一个后期开团 以及保护自己西位的一个保证 相对于ETG这边拿到的是MOS的一个船长 因为就刚刚在RNG IM的这个半决赛里面 其实我觉得两边都打了一个五把 都是一个三比二 晋级到最后的一个总决赛 所以暴露露的战术其实相对都比较多 那RNG相比ETG来说 他们对于船长的一个使用 其实遇到船长的一个抢势 其实是比较少的 而且LUPER这边的话 他的英雄池里面包括像 蓝博这种英雄打船长的时候 都会让船长有一些的难受 而且最近他不是在旧赛 还亮出了一首像炼金来克制肾的这种打法 所以他们现在对于双单的选择 是比较宽泛的 ETG这边的话 抢下一个强势的上坡英雄 我觉得有一点像 他们季后赛的数据 就是有一点延伸 因为Kleilov在我们的常规里面 会觉得他偏向于帮下路 但是在季后赛的时候 他干个上路的比例 提高了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左右 所以这场选到了船长的话 我觉得势必是 要在前中期帮他能够稳住线上的一个局势的 其实小杨 让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在两队上一次交手的时候 还早在在6.12版本的这个时候 下路的一个重要性 慢慢地在这个2016的一个赛季开始崛起 但是在这个队线版本 如果我们细细地去分析 KT对上Rost Tiger的LCK 韩国的一个总决赛里面 其实中路以及打野 在取得先手的跑线权以后 最多的是在帮助上路 而非下路的双人线 这其实是可能大家 跟大家的平常的理解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 那这场EDG拿下的一个船长 我觉得相信小杨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场长这边如果是选择 比较具有前期侵略性的一个打野的话 可能会更多的投资在船长身上 哇 这场在马拉扬 我抢下酒桶的同时 RNG搬掉了个赛 我就在想 这边EDG的打野选手的话 放在最后一旋 会亮出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中单选到了卡牌 我觉得这算是EDG BP上的一个优势吧 因为小虎在英雄池当中 我觉得卡牌可能不是 他非常善用的类型 但是冰女其实早在很早的 小虎进入LPL 大家视野范围当中的时候 就是他的一个招牌英雄 那这个英雄现在的话 其实我觉得像包括 RNG选到的一些英雄 都是存在这种换位可能性的 这样在红色帮 也能够帮助他们起到一个迷惑对手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现在比女的艾克都已经选下了 要不然之前KT在半决赛里面 对上的是SKT也有用过 就也有用过这个艾克中单的一个换位的一个方式 但这把可能艾克还是上单的一个机率比较高 那其实在这个版本 6.15版本 因为其实已经进行了 大概三四周的一个比赛了 全球也是各个的GEO赛 正在打到了总决赛的一个阶段 这到底艾克是不是康德船长 线上的一个康德 其实现在也引发了很多的一个讨论 好 最后一手补下的是UDI 也在半决赛里面有用过的女警 那拿下来的一个体系来说 我觉得下路这一把可能都比较偏向发育 毕竟选下来的一个辅助都是进攻性没有这么强 也不像是配合打野 可能有这么大进攻性抓人头能力的 比如说像牛头这样的一个英雄 毕竟对方的Devito跟Meko 这边Meko已经选下了一个塔姆 那塔姆一选出来的话 其实基本上一个保护的一个性质 也就很有可能让两边放弃在下路线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攻防 反而是会集中在中野以及上路的整体的一个3v3的一个局面 两边的中单这场支援性都是相当强 也是非常适合这个版本 但是我觉得两边下路 虽然同样是LPL顶电的下路 但是风格上就他们之前的表现来说 现在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的差距的 就是像EDG的下路 他们其实很喜欢在一二子的时候 就和对方拼得相当激烈 然后换出对方的招式技能的同时 呼叫打野来干渴 但是另外一边RNG线的双人路 是更多的是以压线和压制补刀 压血量推塔这种来做的一个调整 这场他们选的英雄 感觉也是比较适合他们的风格 两场两个顶尖对决的话 我觉得第一场都是有一点互相试探的味道 拿出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再在第二三局的BP当中 进行对上一局的一个调整 因为我觉得在六支的Band角里面 很看得出来两边刚握手完的教练的一个策略 都是参考了对方上一场半决赛的 五场比赛里面的一个内容 但这一场放出来的两边支援性都很强 来看一下谁能先抢到中野的跑线 以及打出整体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支援节奏 因为我觉得两边都有一个后期的保证 一边RNG这边是UTI小狗的一个女警 在后期基本上是一个无法处理的一个ADC 但另外一边MOS这边是有一个船长 在大后期的一个团战里面 她的不管是大招还是连筒的一个AOE的能力 也可能会让RNG在后期的团战里面 受到一个致命的一个毁灭 而且Scout这边的话作为一个新人的选手 我觉得这场也很有可能会受到针对 选到了一个卡牌的话 首先就是比较赢打野的一个英雄 再加上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有几次是在作演的时候 容易被对方抓到机会 那我觉得RNG如果去研究过的话 也可能会从这一点上来 打一个突破的中野控制 好 EDG对上RNG的命运轮回 中期对决 谱写全新传奇 我们进入到了第一场的一个较量 那在蓝色方游泳优先选决成一三五场的是EDG 两边一开始一个散点的一个站位 那在现在的这个版本来说 五级前可能换线的机率是非常非常地低 就算换线也是我们看到在韩国联赛 有用过的就是双人线先掉到上方 然后去抓一个易血 然后再换回下路的这种套路 是 现在的话换线基本上是比较少 就我们在所有的旧赛当中 发现的局数都屈指可数 而且基本上是以一个大招的形式来展开的 就是你用过一次的时候 不管其他联赛的队伍 还是你当前联赛的队伍 去研究一次之后 就是很容易反制的一个套路 所以我觉得在两面的第一场 可能不太会进行换线 但是在一级包括眼位上的布置 或者有布隆的这一方 会不会更加主动地去选择 放一些深入的眼睛 也就可以期待一下 两边的一个一开始的眼位封锁来说 都没有太多的入侵意图 都是守在自己的野区的路口处 在下路这边 UDI是到了线上的草丛里面 擦了一个眼睛 其实是有提防到 可能刚刚小言说的就是 EDG比较喜欢双人线 一开始利用一些小套路 或者是在一级的时间 就打得非常地凶 第一条的一个小龙属性是火龙 看起来 我跟小言是不是真的带火 是了 我们再后来讨论了一下 我们好像都不是火星星座 为什么我们解说的比赛 火龙好像特别多 但其实在这个版本来说 刚刚柚子也提到了 蓝色方其实有一个优势 现在也有很多的观众说 不信玄学 不信任何的东西 只信蓝色方这件事情 蓝色方在小龙的控制权力 的确在召唤峡谷的 一个地形设计上面 它拥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两边一个常规开局 打野都是跟着上单 起自己上半部的一个buff 双人线 是一个哈马跟双四下 这样一来的话 即使这局的话 Luke没有选出 可能在线上更好打 船长的蓝波 但是就艾克这个点而言 打船长也是会有一些的优势的 像之前提到 不知道这场诺言 会不会把前期的节奏 选择放在上路 而且比较少见到 现在这个赛季来说 Clearlove选择蜘蛛来作为打野 那之后在队上 反正是打W1的时候 康蒂也用了两把的一个蜘蛛 而且在第四把的时候 其实为前期的打W1 带来很大的一个节奏 就最近排位来讲的话 其实反而是马拉乡 用蜘蛛更多一点 也比较适合他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双方在BP的阶段 已经预料到了 赛季是放不出来的 那RNG有一个 先长九统的机会的话 ETG应该也是做好了应对 去练了一下 对方也擅长了这个蜘蛛 也能在之后的BP当中 是占到一点优势 如果这局赢了的话 起码对方就不会考虑说 我把这个就是放给你 我也不怕这种情况 对 然后看一下 两边的一个基石天赋 ADC的复约额同 都带了一个战争领主的 一个嗜血 那在上路这边 Loopers选择的 对上船长带的 还在屠面之握 并没有选择 最近可能比较火的 一个战争热忱 而辅助都是带了 一个玩世契约 那可以说现在的下路线 为什么慢慢地 在趋向稳定 就是因为你看到 ADC越来越多的选手 选择带一个嗜血 而不是在之前 可能压线上面 比较强的一个战争热忱 而且更特别的是 我细细地回去看了一下 就是在KT对上 Rust Tiger的比赛里面 KT的一个天赋 更是点了更多的一个吸血 好 来看一下下路的 一个选手数据的一个对比 那两边可以看到 就后面的那个跨虎里面 是在17名ADC里面的一个排名 那在每分钟经济 跟每分钟伤害里面 都有小狗拿下了第一 但Dev跟他的一个差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好像是我们每次都会提到的一个点 来 中路这边尝试一波 但小狗手上扣着一个冰爪 所以这波KT第一次的一个线上尝试 并没有得手 而且马拉香锅就在不远处 而且马拉香锅应该是先吃了 一个下方的一个河道蟹 然后进到了对方的一个红色路口 那刚刚这个眼睛刚刚才消失 已经看到了场长的一个位置 等于场长第一波的一个初级 是被眼位给化解掉 我觉得两边的打野应该也都知道 下路是一个可能干液的重心 所以这场是反其道而行之 没有说在下路一开局 就展开太多的争夺和眼位上的控制 哎 让这边Skart的一个卡牌 是直接徒步干望上路 我没有六级没有大招 但我也有双脚要走上来 在Mouse这边可以昂得去打吗 先被Luper的一个W 逼出了一个闪现 但是Skart的到来 闪现的黄牌 外的牌抓到以后 拿下了一血 哇 这徒步干望的一个卡牌 我们是没有 我们是想到了可能会帮船长 但是没有想到帮的这个人 是中路没有到六级的卡牌 而且下路这边 船长又来了 但Dev的这个状态 先被跌到了两层的一个布隆被动 所以船长这边也没有贸然的前进 主要是没有看到麻辣香锅的位置 要不然这一波我觉得 EDG应该是有一个机会 至少去打对方的一个双招 是 但是也是逼出了中路兵女的一个传纵 那么之后的话 EDG的双人路在IC到六级的时间点 感觉还可以再来进攻一波 两边的上单同时也把传纵给用掉了 这把的确是在上路先持得点EDG 拿下了一个一血 而且是中路的Skart 在卡牌找到了一波机会 两边下路的持续对线来说 因为都带了一个嗜血 所以我觉得可能都会赖到 有大剑的时间才回家 我觉得他们这一波的干个上路 应该是有策划的 因为前期大家都知道 眼相当少嘛 而且都没有回过家 所以视野上的把控来说 如果你想要针对上路 你必须把所有的路口 其实都布置好 他们这一局是很早就 带到了一个河道的针眼 让卡牌绕上去的时候 是没有被发现的 这个一集团 应该说在前期的一个视野布置的 一个套路 的确让NG有点触不及防 但是现在马拉相公也上来了 因为在上一轮的一个交出意写的 looper 闪现是还在 反倒是MOS在前面勾引的这个阶段 先把自己的闪现给喷了 但这场以EDG上路的一个视野 掌控状况来说 感觉马拉相公想从上路 捞到好处 可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其实这整波你可以看到MOS的这个眼位是非常非常的有固执的 就是他刚刚是存了身上的两个被动眼 然后才去同时封锁两个路口 所以他现在其实是不会太有危险 会被马拉相公给给喷到 CLEVE这波也是继续的在保持下半部的一个野区视野 面对冰女的话大部分的中单都会选择带进化 所以这局RNG前期好像也并没有从这个卡牌到六级之前抓到太多的机会 但马拉相公如果这边可以送到六级拿到大招以后 我觉得中路的一个尝试其实是可以比较就是大胆一点 因为毕竟SCOD刚刚去拿一起的时候 也是叫了自己的闪现直接秒抽一个黄牌 在下路的一个场长这边是刚刚Miko配合他把视野给占据以后 对下路有一些想法 他现在是已经洞察到了对方的九桶位置 刚才EDG在疯狂的拼点九桶的位置 那现在是觉得下路已经没有人可以尝试一波 但是RNG对下路的防守眼位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把比赛其实我觉得两边的一个视野攻防 在无形之中给两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就任何一个时间点如果打野在不该出现的一个位置 被对方的视野给察觉到 那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血腥的塔伤上路 或者月塔的下路 而且RNG的双人路在之前对着EDG的比赛当中 已经吃过这个亏了 在红色方的时候 面对对方中路有TP或者像卡牌这边有大招的状况之下 带着一波兵如果那个眼位被对方给排掉了 很有可能就是一波配合打野的四人包相 但河道下路的视野刚刚看到了 KLIV蜘蛛的一个位置也在中路兵女推陷的情况下 马拉香锅顺利的挺进了EDG的一个篮区 把蓝buff给夺走 但这样一来的话也是逼得RNG的上路 刚才感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 先行回程 放掉了大概塔下的一小波兵 所以现在下路的一个补刀被拉开了 五支到十支左右的一个差距并不算太伤 帽子这边的一个船长也在持续地成长 自己刚刚交出的散线也快转好了 所以除了一开始的低血掉落在一地军手上以外 后续没有太多的一个入戏的一个机会 因为两边的一个视野 我觉得防守的位置都是非常的差到好处 按照这个时间段 因为RNG的下路的话不太敢去推陷 所以也可以造成让Mako有机会去配合其他路 来施展一些空间 他现在的等级的话也已经是五级了 马上就到了一个关键的六级 现在辅助里面能够说去支援的英雄其实不太多 特别是像两面下路 就是对拼拼的比较平凡的状况 下路的一个推陷主动拳掌握在Dev的手上 那Mako这边上到六级 我没有办法像小言所说利用第一次的一个大招 可能来在中路这边 打一个对方出不齐防的一个四打二 因为我觉得下路这边要爆发一波战是比较难 毕竟辅助位都已经拿到了一个掩石 现在的一个各区的一个视野都已经封锁得非常的好 但现在这个版本来说蓝色方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在蓝色方入侵对方蓝区的一个同时 是相对于红色方要入侵自己的红区的时候 就龙口的这个设计其实是比较利于红色方的 是的 但是对于EDG来说 就好像诺言这个选手对对方的蓝buff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在继续赛当中他是没有一次去入侵反对面蓝 但相比的话这下路已经打起来了 来 直接开团 大招坐在马塔身上 可是那边沉着Mako过来 Skart也是到来4加2 小狗先被Mako给击杀 这时候踩TP过来的Luber赶紧利用大招回到他的上路 不要亏到上路的一个压制权 就像刚才说的 TAMU这边到了六级之后是卡了一个视野 直接带人过来 还是在下路形成了一个以对打倒先激活对方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一波并不是去抓中 而是在下路这边常常赶到以后 利用刚刚三角草筒的一个视野 因为RNG一直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三角草筒的一个视野 所以反倒被对方找到一个机会 而且这波最伤的是小虎的传送其实也用了 但他没有选择过来是正确的一个选择 但EDG抓到了第二个人头 还有这一波RNG在下路的人也算是比较多 答案也在了 否则这个塔可能还要再背后一会儿 现在这个一塔的一选也不知道到底能被哪边给拿到 其实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感动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的传送其实进攻传送会比防守传送来的好用 就是如果你是看到对方先出 很有可能是来不及 来不及因为4.5秒的一个时间实在太长 那变成是变相的让这种有支援 本身有支援能力的一个英雄会变得比较强势 就刚刚RNG其实也是一个双传送 上中都是一个传送 而且都是冷却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来不及救出UDIXMATA 一定去前期拿到的这两颗人头 要怎么去扩大优势 当然刚刚下路这个比较可惜的人头 是掉在Meko的一个塔姆身上 马拉香锅这边的九筒也一直找不到机会 对于Scott给一点压制 因为卡牌这种英雄就是 你需要可能更凶的一些方式去打残他 要不然他的确在拿到大招以后的一个支援人力太强了 就在两边支援性都很强 而且应该说纪律性都很强的一个状态之下 如果你先动手 在不能够明确对方不再反对的状况之下 其实很容易造成一波崩盘的 在RNG和EDG在BO5当中 其实他们也在半决赛是尝试过了很多次主动的进攻 但是有成功也有失败 之后失败造成的后果 在这个版本其实也是很难弥补回来 所以两边其实已经是一个视野攻防上 做的相当多的队伍了 但在这个决赛的第一局 可能更为夸张一点 我觉得前期就完全没有给太多打野去主动干客的机会 那现在对RNG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延缓自己下路一塔血这个掉了一个时间 因为如果这个一塔血还被对方给拿到的话 整体来说下路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 而且下路还是一条火龙 直接大兵剑伸在Mata身上 举起了一个队后还站在船长的大招里面 Mata刚刚上一波的闪现没有转号躲不过Dev的一个兵剑黏在脸上 最后还是找出一个人头 EDG已经拿下了第三颗人头了 对RNG来说这个下路的一个劣势 刚刚的确麻辣相过我觉得意思是对的 因为他觉得我这时候再不到下路 帮助维持兵线的话 下塔可能要被对方打掉很多的一个血量 但他出来的第一个移境的没有命中的情况下 EDG又是刚好长长在旁边直接反手 拿下了一个辅助的人头 这时候开启的第一条的火龙 是的 相相较于对方的这个双鱼路组合的话 其实EDG这边下路 还是能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配合度的 所以几波都是EDG的一个先动手 帮他们拿下了这条关键性的火龙 下一条是一条水龙 两边可以稍微缓一下这个紧张的一个前期气氛 在EDG前期可以说13分钟已经拿到了 我觉得这个优势是不小的 就因为 现在可以注意到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状况 是RNG感觉自己双鱼路在下路的话 面临对方的下一波针对的可能性也很高 要不反其道而行之 反正这个一塔是在哪路都可以拿的 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 直接把双鱼路给吊上去 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塔的五分钟的一个加强 那现在可以赶往对方之前 这边感觉把帽子给劝退 帽子也是撤出 但是RNG这边想要的是这个一塔血 他就抓到了刚刚EDG拿这个火龙的一个时间 但是EDG并没有想要放掉这个塔 而是大军前来 现在两边的五个人都在上路 小虎这时候也在赶来 那上路这边的一个对决 会打到底吗 Scott先被女警给鞠了一枪 这个塔的血量是一丝 我觉得RNG是有点想要把塔给拿掉 然后逼女进去开团的 就看一下 这个塔的血量非常低了 对方又有女警 但这个二连筒的伤害有点高 小虎这时候进场 要再打出伤害 大招突然在自己身上 先卡掉了EDG的人 但是Mako在前面 坍住了一个前排 被炸回去以后 Ruber终于拿下一个人头 但小虎的位置太危险了 躲不过Scott的一个普攻被带走以后 这个筒子并没有办法再度的连到UCI身上 所以UCI现在还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拿下这座塔 就看一下MOS这边 感觉是有想要死守的一个意味 是选择直接用大招清兵 然后再用两个筒子把小明给清空 但是小虎这时候要赶来了 刚复活的一个 这是艾克 艾克 小虎这边还没有复活 后续是卡一下船长的位置 一上去一刀之后 现在能不能打这个三环 闪现躲过了最后一下的一个三环 但还是被打出来 这边WC没有办法晕到 但是一技能向位俯冲 拿下去 MOS的人头闪现 拉开跟Scott的一个距离 回身再利用一个Q技能缓住 这波LOOPER的一个传送 顺利的扳回一颗人头 两边的一个攻防非常的精彩 我两边的反应速度都相当快啊 这一波小虎选择的一个进场 绝对是正确的一个判断 如果他刚刚不进去的话 一技军一定会直接往前去 压制一下UDI的一个输出空间 小虎有点选择卖掉自己 而且在途中里面UDI一直在走 走A 也A掉了对方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血量的状态 而且由于ETG是一个被动防守 即使他们已经来得足够快了 但是第一波RNG的进攻太为果断 导致把这个塔的血量 已经消耗到了一个很难去防守的一个局面 RNG的确是有考虑到这个版本来说 这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战士 就是我们说不能换线 这是五分钟前的一个事情 五分钟录了自己双人线是劣势 可以配合自己的上单 去选择直接先推对方的一个上塔 主要也是因为ETG刚刚去吃这条火龙 所以自己回补状态的一个时间 比较慢了一些 那现在两边的一个局势 维持在2000块左右的一个经济差距 对于RNG来说这一波是绝对可以接受的 因为塔的一些保住了 而且也让UDI的一个女警的一个发育 不要持续地受到ETG的一个压制 是的 而且刚才那一波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让我想起来 上一次两边对决的时候 也在上路展展现了一个类似的攻防 但是那一次的话 RNG是由于自己进退 应该说指挥或者交流上面 在那一瞬间的反应 没有那么的团队 导致的话是损失比较大的 但这一次RNG感觉 已经完完全全吸取了上次的一个教训 可能是已经做好了 比如说如果下路受到针对的状况之下 要怎么样能够快速地 把这个经济给弥补回来 已经在赛前想好这个预案了 所以转上路的时间相当地快 而且面对对方的支援 协同性也打得非常地一致 的确我觉得RNG这场比较大的一个 前期的一个劣势 主要在于说 Scott这把卡牌的一个场 就是在半决赛里面没有使用过 但这把拿出来的一个前期 直接带得很好 但RNG的一个后续反应 也是把自己的经济劣势给维持住了 那越到后期来说RNG的一个团战 拥有女警的一个首长优势来说 对一地巨是可以起到不少的一个威胁 下路这边是选择放塔 那马拉香锅是配合着 刚刚已经拿到两颗人头的一个爱客 去拿一个现在这个版本来说 可能比较少队伍会选择的一个峡谷前锋 但这个峡谷前锋看起来 是要受到对方的骚扰了 二连头没有炸到 但是船长的大招 逼出了马拉香锅 利用闪现 躲过这个大招的一个中心点 在Sky的后面被LUPER给黏住了 QG点有打到马拉香锅 但最后一丝血 并没有办法打掉 BiOS被LUPER给收掉 但船长也是闪现过来 反拿一颗人头 蜘蛛王绑到 但是这一波已经到了对方的一个塔下 而且中路的一个支援 双人线在跑动的过程中 也是被RNG给打了一下 所以上路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 再对LUPER做太多的一个压制 现在这个版本真的是切一把 动全身的一个版本 你看到EDG的双人线 刚刚在上路这边一开打的时候 立刻就在往上路奔 是RNG由于双人线在下路首剑 所以被动防守的时候 来的也是稍微晚一点 现在利用Dev的一个寒冰 本身QG点的一个高速推打性质 EDG这波还是把中路塔给拿下来了 上路这波LUPER再添一个人头 就对于现在的EDG来说 这个艾克的确是比较难以出力的 那我觉得对于RNG来说 换资源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有两个英雄 在前期没有做到事 可能是对他们比较伤了一点 就包括九筒和冰雨这边 因为对方的主动进攻几波 都是让自己的资源稍显无力 所以现在其实RNG 还没有发起一次真正意义上 相当主动的进攻 这把比赛如果再往后发展 十分钟的话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局面是 EDG的Scott的卡牌 拥有一条边线的一个主动权 而冰雨是后手的去防守 但另外一边LUPER 会拿到另外一条边线的一个主动权 那反倒是EDG这边的一个双人线 就取到一个就是 在中路的一个三人 就是包含打野的这个双人线 加打野的这个三人组合 就变成是EDG有一个比较好的 塔姆的一个大招 可以做一个边线支援 我觉得这可能是RNG要去小心的一个点 现在第二条的一个水龙 RNG的一个中塔掉了 所以艾克也是先过来汇集 维持一下中路的一个兵线 下路是Scott一个人在整理 冰女也是对位的在做推进 这条小龙两边都有一些争夺的意图 但是RNG这边可能要比较急的要开 因为艾克现在正在往上路奔 如果艾克选择上去的话 那就是这条水龙 先放一阵子 毕竟防守的视野都下得非常地主了 那这一波的话卡牌 是刚刚回去补国装备的 有深渊架上水影鞋 还有巫妖的这三件套来说 对于冰女 应该说对她完全没有太多的威胁性了 这一波团战RNG想要开起来 感觉是更加的困难 而且Devd现在的等级上面有所领先 装备上面也是先比小狗 拿到了自己的关键的一个无尽 对RNG这波的小龙牌 应该是比较偏向于防守 但小虎一直在下路这边 一方面维持卡牌推动的兵线 一方面找一个机会 可以从后方做一个包夹 好 这边一技能是往上 但小虎选择心又要再喷出来 选择用大招躲过Scott的一段连技 但是塔姆过来带着的是Klee Love 选择闪现过后 躲不过这个黄牌留人 缓速打到以后 小虎这边被蜘蛛王绑到 拿到了一个人头 而且中路的一个兵线 帽子直接利用他的加龙泡沐 把兵线给清空 不让RNG有推进的一个机会 RNG的反应也很快 这时候大军三个人 前往对方的一个上路 先拿一个蓝棒 想要对二塔进行一些压制 但是下路这边Scott 是有一个乌妖的卡牌 推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长长这边一方面一个人 来Solo这条小龙 上路这边的话 凭着九筒的钦线和艾斯的大招 想要拖延一下对方拆塔的一个进度 但是有女警在的话 其实拆的也是蛮快的 下路的塔已经被Scott给点掉了 上路这边RNG有办法硬推吗 感觉的确是 连Rupert的血量都拿来硬扛 但最后一下打不下去 因为对方的塔姆也赶来了 Mako这时候及时的到来 如果再逗留 UJI选择上去点那枪的话 自己可能要被逼一个闪现 那这部RNG其实亏的比较多一点 对他们想的肯定就是把这个二塔给交换掉 因为卡牌也不太敢继续再推了 但这个二塔没有换掉的话 也确实是塔姆这个英雄 这场起到的支援效果是相当的明显 主要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还是比较尴尬一点 就是小虎那一波我觉得 他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主动权 在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高 但装备上面 刚刚小银提过 Scott的一个巫妖跟 自己的一个深渊已经在手了 就一套如果小虎的一技能 都是选择往上路 往上方河岸交的话 他的一套伤害应该是带不走这个卡牌了 尤其Scott的进化都还在 那变成是塔姆带的克里尔夫到来以后 反倒是下路这边被抓一个人头 那在剪圆的部分 立刻剪圆的时候 RNG的一个撤手反应其实是不错 但RNG这边的一个船长 本身上单的一个亲密能力 其实是很优秀的 这条水龙还是丢掉了 其实刚才已经说过 这边我们先看一下 这场的一个英雄热点图 在出这边的话 其实在上半区的时间 还是相当的多的 所以他这个热点图的分布 可以说他比较多人 在掩护中路的一个SCar 就是打野一直不出现在对方 因为他频繁地在自己的三郎 以及F4这边游走 就是抓野边 先Cover一下中路 上路这边比较意外的是卡牌 先帮忙拿到一些 又来了一个大招 小五利用腰带做了一个位移 但兵键跟上 小五感觉走不掉了 利用大招回一点血 但是旁边有一张黄牌在等他 黄牌落力的同时 DAV的一剑 已经穿掉了小五的一个心脏 另外一边Luber过来 反而是被四个人绑夹 Luber这边被二连头给缓到以后 再往前位移 但是被DAV给黏住 把兵拿下人头 我觉得赶紧撤 如果再被留到一个的话 以对方现在这种状态 很有可能的闪现追过去 这波太伤了 安静刚把自己唯一领先的一个位置也给落了 而且现在直接开大招的EG200炸在的是Mata跟UDI手上 现在就看Mata香锅 瞎承能不能跳出来抢一波大拢了 这个大拢会是非常大的一个节奏 来看一下两边怎么说 正面的一个团 先利用藤长的大招来消低Mata的血量 Mata香锅走出了藤长的大招的范围 进来以后 这个藤长 这个大拢还是被藤长给惩戒下来了 现在拿到了一个大拢 对安静来说 最不想遇见的一个局面 因为他们会想要的是 再帮UDI拖两件套的一个时间 这场我觉得RNG选到的阵容 在前中心没有建立起推塔 或者是主动进攻方面的优势的话 就打到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比较困难 已经做了一波比较出乎我们意料 而且相当果断明智的判断 但是现在这个节奏 已经能感觉到完完全全是掌握在EDG的手中 每一波的进攻都是由他们主动发起的 并且在这个时间段 我觉得塔姆这个英雄代人的能力 优于传送有点太多了 几波的话感觉 比如说下路这波像冰女 第一时间在草丛埋伏到一个卡牌 按照常理来说的话 即使她出了防御状 但冰女这边在上单 或者是打野还有支援性的状况之下 不可能说第一反应是跑 但是由于对方的支援性太快 即使你上路传送过来的时间 有可能自己这边已经扛不住了 这把还有一个小小的关键就是 比较让我讶异的是 RNG其实相对EDG来说是在半决战里面 比较偏向韩冰的这个 就ADC偏向韩冰的一个优先选择 是比较高的 包含了在第一把里面 其实是一选帮小狗拿到了一个韩冰 但这把其实是 刚刚在红色帮是选择把韩冰放给对面 那这把来说 我觉得EDG的一个节奏 当然最大的攻城是中单的Skull的卡牌 这是毋庸止疑 但第二个是 几波的一个流人 代表的一个兵戒命中率实在太高 而且他配合传掌的大招 以及后续Mako上去舔的这个QC等 这个缓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时间差的 那现在局势已经慢慢的倾倒到EDG这边 当然RNG后期的一个团战阵容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大家应该也记得 这个我们米勒老师大喊的 这个VG的守护神 EZU的一个冰女 就是冰女这个英雄 如果在后期团 能找到一个绝佳的位置 进场配合小狗的一个女警 绝对还是有一个团战一战之力 但现在来说 他们现在可能高地外的塔都掉 那高地塔掉完 这可能是可见的一个行业 但最重要的是 在下一波的大龙的时间 RNG能发育到自己的C位 有多少的一个装备 小老师 对于对方的就是人来说 冰女现在在装备 已经劣势中了 想发挥是相当困难 虽然这边的阵容都很脆 但是每个英雄都有类似 比如说像蜘蛛飞天啊 或者是船长解控啊 还有这边有一个塔姆的保护 所以他想要打出效果 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是比较难 可能从九筒这个点 会更加可行一点 在面对对方推塔的时候 如果九筒有一个大招 能够把对方的C位炸出塔姆 能够保护到的范围之内 还是能够稍微再拖延一会儿时间 给女警继续发育的机会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 RNG是绝对要选择必战的 因为刚刚的 在几波的一个团战里面的 伤害测试已经看出来了 虽然你MATA是选择了一个不容 是我们常规理解里面 Counter 寒冰的这种英雄 但如果我的兵剑 打在你这个举盾的一个不容身上 都能直接利用伤害把你灌死 那基本上 现在RNG是没有太多 在野外跟对方交战的一个权利 好帽子刚刚身上亮起了一个光 应该是叠出了第二次的一个 海盗 海蛇臂的一个使用 而且EDC这边的选择 也是相当的稳健啊 艾希在这场 已经拥有比较大优势的状况下 为了提防像刚才提到过 在塔下点塔的时候 被对方炸回去的这种 可能会造成一波反打的机会 回去也是出到了一个火炮 这样如果EDC抱团 在拆塔方面的话 可能给到RNG的时间就更少了 而且这把选择了一个副极统能的话 可能更多的要直接上女妖 或者是直接上春歌 这把其实Devd 也可以选择直接上春歌的 现在来说 小虎对于中路已经有了金身的 一个SCOT的卡牌 威胁性已经没有这么大 那要秒的一个英雄 上路又是一个船长 那蜘蛛场长是有一个飞天 所以现在对于RNG来说 麻辣翔光能不能跳出来 以及下一条这个水龙 RNG的确也是棒 非常果断 下一个大龙团 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战点 下一条还是水龙 连续三条的一个水龙 那这对于RNG来说 是比较可以 就是比较希望可以看到的 是 那下一个大龙团的话 我觉得给他们来说 机会主宰于对方的阵容 虽然说输出很高 但是可能没有太多能扛的人 也许在打龙的时候会 如果能来回骚扰一下 会打得比较伤一点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利用惩戒 去扳回一点劣势 现在二塔都已经陷入这个RNG 其实比较难去接近这个大龙 但也是提前的布置了三个针眼 在自己的一个红区 确保待会大龙重生那个时间点 不会被依据在红区给蹲点 但这个时间段首先要面临的考验 还是对方的分推啊 之前卡牌在装备优势的状况下 很早就出到了无邀 现在也是有去耗塔的能力的 还是顶着一万块以上的一个经济压力 还要去这一场比赛要 至少要再往后拖十分钟 才有可能把节奏给拉回来 相对移立这边的 如果要 就拿到比赛的一个方式 就相对简单的多 上路三条心的一个推进 一三一 更重要的是RNG 现在要小心对方的一个远程 看到能力是非常好的 接控有寒冰的大刀先手 再加上厂长的一个蜘蛛网 得不得偷点塔 RNG现在还是想办法要找一个机会 但墙外的一个视野 目前来说还有维持住 但这个时间段的话 船长已经把多佛一路上路的这边 冰线也是推送过来了 现在EDG再打一个131的分推 那RNG这边的清线能力来说的话 可能手的相对来说有点艰难 下路这边已经有了一个巨峰的UDI 因为冰红是手蛮短的 就他上去清线其实很容易被点 就可能马拉香锅跟马卡 更多地去掩护一下小虎在中路 不要被对方开 因为小虎这场的冰女的一个装备选择 也是为了在这个时间段 在UDI正式地成型成为一个 三件到四件套的一个女影之前的一个伤害面 他先出了一个虚空 是 而且这个时间段 EDG就只是利用转线说 如果你露出一个破绽 我能够多耗一会你的塔 但实际上是不太 以他们的性能是不太可能说 再没有拿到比如说大龙这种 极度的优势状况之下去上高地的 只是因为野区的资源 已经往往全面被打光了 把地面压在你的一个塔下 第一 让你不出来视野 第二 我还是在压占你的野区金鸡 以至于现在这个阵容 当然因为月塔的能力没有那么好 毕竟你打野是一个蜘蛛 上单是一个船长 他们远程击杀的能力很好 但RG这边的一个C位的保护 就是打野跟辅助 对于C位的一个保护也是蛮足够 而且已经到了 刚刚提到的一个关键时间 30分钟左右 第二条的大龙重生 RG被迫的要来打这个团战 这边是塔木直接开了大招 往后要抓人 九筒来的 九筒这边有点危险 血量剩下一半 往后闪现以后 卡牌开了一个大招 保持进来 自己的移境的应该进入一个冷却 卡牌往后飞 直取对面 UTI就一个人头 船长配合一个大 一个酒桶直接炸死以后 克里芬在側门绑到了一个麻辣香锅 正面的一个战场 已经是DAV的一个收割局 小虎的兵女被收下 只剩RUPER的一个爱 克里芬 高机动性 拖过了一截 但这边是被杀掉了四个人 RNG有可能要直接掉两路的高地 甚至时间上面应该是没办法一波GG 但是这边剩下Mako一个人 在断RUPER的回程 RUPER知道了对方四个人 都在自己的高地内 但是Mako这边是被杀了 EDG这时候直接来打门牙 时间上面好像足够 看一下艾克来不及回来的话 这可以把一张后门拆了非常多的血量 应该是能够拆掉了 来不及了 三十一分钟 熊狮队队中先持得点 拿下今天B5的第一盘